发生话题来看到 这一年国内房市景气低迷 观望者多 而投资者兴起了海外房地产的风潮 从东南亚 日本到英国等地 地缘包租工的梦想 尤其是美国汽车大臣底特律 在宣布破产之后 这房价是一落千丈 甚至出现了只要一块美元 相当于是台币32元 就可以在底特律买一栋房子的宣传 有一群科技新贵跟小资族 提醒了业代的说法 说这个投资报酬率有10%以上 纷纷地掏钱买房子 结果呢 有人是买到了烂房 鬼屋 卖不掉 也做不出血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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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被人被抓住 底特律面积是台北的1.5倍大 人口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 底特律破产之后 出现了许多的空房 所以有业代他就鼓吹了 在底特律买房 他的投资报酬率10%以上 然后出租快 零风险 买房的增值空间 还达到了7成以上 似乎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投资 有人心动了 结果呢 当时的话投资说明会是说 今天用小钱去赚大钱 那大家赌的叫做机会 当时的讲法的话 投资率 投报率是有到11%左右 所以说当时就觉得蛮心动了 透过买房说明会 投资美国底特律房地产 从买房到物业管理 一条龙服务 而且第一年还保证有租金收入 加上投报率高 借钱买房都划算 投资门槛不高 除了科技新贵 连小资族也成为购买主力 我买的价钱是 台币大概150万左右 然后他的租金收入非常的高 然后大概就是 我的被动收入可以到 就是一个月大概就是1万6左右 从小资族慢慢就是脱离贫穷 因为他都会这样跟我们洗脑 以A仙为例 他买的房子屋龄75年 有庭园 车库 外观看来正常 只看过照片 就签约买了这间 位于底特律黑人区的独栋房 花光所有积蓄 没有想到租没几个月 房子就被破坏 几乎逞废墟 因为那个房客被驱离 所以说他就把我的房子破坏了 破坏了之后 那就要求我再花1万块美金 那去做修缮 没有房租的收入外 还有一些屋外的开销 那再加上说 还差点被那个 底特律政府告 那我的夜管公司是说 唯一不被告的方法 就是再花一笔钱 也是差不多再1万块 赶快修缮 想办法把它租出去 A仙买房一年多 光是维修等费用 就多花了120万台币 只拿到25万房租 如今租不出去 没收入 还是得要继续缴 房屋税等固定的费用 那感觉就是说 就是说11% 11% 对 那你看我的呢 应该是负的 不是真的11% 很多人的房子的租客就跑掉了 那跑掉之后呢水费也不付 房屋还破坏 甚至就是流了一大堆垃圾 让你要去清 然后把那个房子弄乱七八糟 管理不好 那所造成的损失 就是由我们那个自行吸收 当投资人发现底特律买屋出租 是个无底前坑 想要脱身卖屋 却又卖不掉 所以我现在是 非债了将近300万左右 所以我现在就是 身兼两分子 然后就是还债这样 钱还是被套在那边 那就觉得是无敌的洞 政府要钱 业管公司要钱 你买将近5万 那有办法卖到3万就很厉害了 曾几何时 在美国底特律买房产当包租工 变成全世界最糟的投资 这些受害投资客的共通点 都没有亲自到现场看过房 从一个金融的观点 让我说明了 德塘是破坏的 2013年7月18号的下午 密西根州破产法院 收到底特律提交的 破产保护申请案 倒进这个拥有百年基业的大臣 从汽车工业摇篮 沦为全美最大的破产城市 现在当地全部都倒光光的 那些工厂 汽车工业全部都没有的时候 或是甚至外移的时候 然后你去这么大的地方 买一间房子 没有任何的机会往上攀升 那就会发现说 有些这些人就发现 有利可图了 就可以去找一些笨蛋 去买这些没要的房子 底特律破产之后 甚至出现 只要花一元美金 就能买到一栋房子的宣传 屋子油漆斑驳 窗户玻璃破碎 还有恐吓自演的涂鸦 这栋一元房废弃已久 房价只要台币32元 比一杯珍珠奶茶还便宜 这种一元房位在治安死角 大部分的房仲都不敢去 如果想看房 还得带枪自保 因为街上可能有人打劫 屋内可能藏着毒贩 房子就像鬼屋 就算真的用一元美金买上的房子 每年得付大约台币9万的房屋税 入住前还得花台币100万元重新整修 更别提犯罪率高 就算有钱买也没命住 连当地人都不敢住 买来投资又要租给谁 你光是请个律师 移转合约就要花多少钱了 律师费 然后每年缴的土地税付 除非你花一元美金买到一个废墟 然后找到一个下一个笨蛋 相信你说这个废墟能够变成城堡 那你就可以卖给下一个笨蛋 然后就赚钱 虽然台湾人买的房屋 比一元鬼屋房屋况要好得多 只不过遇到的问题都一样 租不出去又卖不掉 甚至还发生了地基歪斜 投资泡汤的悲剧 他们的房子是整个地下室地基 全部歪了 斜了 然后斜了之后 其实这是一个围楼 根本就不太可能够出租 那尽可能的是说 要看能不能把它卖掉 那卖掉有来估过 大概就是三五千 都还卖不太掉 我现在是觉得很后悔是不是 当然了 早知道就不要去买了 上班的积蓄一次全部压进去了 那变成说我现在我不能生病 那个也没有那个多的钱 可以换车买房子 海外买房风险多 除了底特律 这几年还流行到东南亚制产 像柬埔寨 最后一个案例是这样 他卖给消费者24层楼的房子 卖光光 结果最后建造批下来 只有拿到17层楼 而且他建造还没批下来之前 房子开始再盖了 所以最后18 19 20 20 这些房子突然评工消失 那买的人其实完全不知道 选择海外买房 看上的就是投报率 马来西亚和泰国 业者宣称有4%到6% 菲律賓有8% 柬埔寨最高来到10% 问题是赚的人多还是赔的人多 他是建商去当地盖房子 他都说他被骗 他都被骗 然后我说你被骗 那你怎么对你的消费者来 他说没办法继续骗下去 继续骗下去 所以你跟台湾的业者买 国外的不动产 9成9被坑 投资高风险的海外房产 该如何自保 你在当地要有认识的朋友 你要有认识的律师 而且跟建商完全没有关系的 他要懂当地的法律 才能够带你去买 这个才是完全可以的 这里打着高租金 报酬的海外房屋 往往在买了之后 才会发现隐藏在后面的 各种维护和折旧成本 将远远超乎想象 吃掉投资了一大半的收入 过几年后 突然发现难租又难卖 自己就是买单的 最后一个受害人 想当海外包租工 可得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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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